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9月2号,周五晚上的8点15分 今天的行情,用黑格尔的话说是老鹰追兔子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市场是大幅高开低走,回吐了昨天的全部涨幅 但是今天的收盘也没有破位 这两天来来回回是走了个寂寞 标普11个大板块里边咱们看到仅能源一个板块上涨 主要的原因是,预计产油国很可能会在9月5号的欧佩克会议上 以经济增速放缓,需求放缓为借口,考虑减产 很有可能会再次推升油价 这对于通胀来讲不是什么好消息 对于股市来说更不是什么好消息 好,咱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发布的非农数据 今天这个数据咱们要分两方面来看 首先是提振美联储鹰派预期的数据是 8月非农新增31.5万人 小幅超出预期的30万人 显著就业的增长的领域主要是在专业和商业服务 还有医疗保健,还有零售贸易 另外在劳动参与率方面 现在是上升到了62.4% 超出预期的62.2% 总体上来看 今天的非农数据和预期是非常的接近的 在在近期还是比较罕见的 而且是连续5个月超出了预期 表明劳动力市场依旧是非常的稳健 在另一方面 我们说打压鹰派预期的数据是什么呢 是失业率 8月的失业率上升到了3.7% 超出预期的3.5% 薪资增速是5.2% 不及预期的5.3% 其实总体上来看 非农数据出炉之后 能看到它还是一份相当稳健的数据 但远远谈不上很强劲 有走弱的趋势 特别是失业率和薪资增长表明 劳动力市场很有可能降温 美联储激进的加息预期 有可能会得到缓和 这点咱们从资金市场的压注上 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首先第一个是今天的债券市场 反映短期加息预期强弱的 美国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今天大幅下跌3.65% 这个是上周鲍威尔 上周五的时候鲍威尔讲话之后 第一次出现的大回调 第二个是今天的非农数据出来之后 整个市场预计 美联储在9月的加息预期 这个是有所降低的 目前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 是56% 而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 上升到了44% 那么相信在6月 9月13号的CPI的数据公布之后 市场对于这个加息预期 还会有一个更多的调整 所以目前看起来两者现在是势均力敌 但是已经减缓了之前 加息75个基点的这种激进的预期 今天的飞农也是市场高开的一个原因 尽管我们说压住加息预期有所缓和 但是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逆转 还不足以改变现在最近的这个弱势的一个趋势 今天的市场呢 它没有守住高开的胜利果实 因为高开之后 说实话 咱们看分尸图你会发现 今天高开之后 小幅上工 然后一直是横盘在这 并没有太多的资金追涨 反而是昨天买入的 有一些短线的仓位 选择在长周末前离场观望居多 因为下个星期一是休市 所以本周是休息三天 所以很多朋友不愿意过这个长周末持仓 其实包括我 昨天的这个SPY的短期的投机期权 今天也是顺利的到达了400的目标位之后 先止盈离场 一日游 赚到就跑 我也是不想去拿着它过这个长周末 另外呢 需要提醒的是 今天股票的这个收盘的位置 依旧没有跌破3890 最低点和昨天的低点差不多 依旧是守住了整个从6月以来的 这一段反弹趋势的最底线位置 还是给下周留了一点点悬念的 个股大多都是回吐了昨天的涨幅 基本上整个市场都是一日游 这两天其实来来回回 相当于是一个横爬 好 讲到这个之后 我想今天的重点放在对于整个标普的 点位的这个年中的这个点位的一个范围上 因为之前一直和大家在进行更新 上一次更新还是在5月份 那么最近呢 今天我把这个点位重新去做了一个计算 包括对于整个2022年标普的前瞻的 业绩的预期一同和大家做一个更新 更新之前呢 首先我说一下市场目前对于标普整个点位的看法 我看到了这个八轮周刊 他是最近对有8位比较知名的策略师做出了这个调查 他们对于标普在2022年年末的点位的预测范围集中在3600点到4800点这个范围之间 平均下来是4185点 所以呢这是他们的一个预测啊 然后我把数据展示一下 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对于目前标普年中点位的一个范围的预测 首先在这个之前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对于整体上Q3的一个业绩的预期 以及我还想对这个Q3的这个科技板块啊 他做出一个预警 因为在整个Q3的业绩里边 科技板块是属于衰退最严重的啊 所以呢我要把它提出来 跟大家提个醒啊 好咱们一项项的来看一下 关于在标普2022年Q3的业绩预期到底走的如何 首先呢是这个EPS EPS这边呢是增长1.5% 这个是从前值的7.2%大幅下调的 之前的时候市场预期Q3能给到7.2%的增幅 但很显然现在做不到 Q2的这个前瞻里边很明显 大量公司下调了业绩 如果剔除能源板块的EPS 那么其他的板块总共加起来是负5% 那么前值是增长2.1% 所以这个Q3业绩的下修 是对市场来讲是一个信心上的严重打击啊 因为现在整体我们说美联储在上面顶着 加息预期又这么的应 那么市场能够推动 或者能够拖住底的也就是企业的盈利预期了 如果企业的盈利预期再缓慢的陷入到衰退 那这个市场肯定是不好看的 往下走就是一个大概率 但现在到底有没有衰退呢 其实还没有啊 我会一会给大家展示数据 那么我把这个下修最大的几个西风行业和大家还是说一下 它是这么几个 首先是科技 然后是必需品 然后是非必需品 然后是零售 这是在Q2财报里面对Q3下修最多的几个细分的领域 它不是指的是那个11个板块 这是细分的小的行业 那么维持稳定的一些细分的行业 包括能源 还有公共事业 以及汽车 这个都是属于还是维持稳定 像能源还是小幅调长的 所以像他们属于比较好的 其他的都不是特别零 好 那么整个科技板块Q3的降幅非常的大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业绩的预警 希望大家要注意 如果在Q3我们说业绩财报出来之前 市场一直在走较低的一个预期 或者在低位徘徊 大家也不要觉得为什么不涨 因为市场的业绩就是这样 能够帮助科技股 能够帮助估值提升的 就是美联储这边降低他们的价息预期 再一次出现9月份之后 比方说出现一次加息预期的再次的见顶 那么市场有可能会再次炒一波 把科技股往上炒一炒 那么仅凭着基本面 科技股这边还是比较困难的 在整个Q3 好 那么整个的EPS在Q3科技板块 是总体会下降13.4% 这个都指的是同比去年 那么在Q2刚刚披露的财报里边 是下降了8.8%的EPS 这是一个总的成绩单 预计整个的科技板块的下降趋势 会持续到23年的Q1 届时会和2022年的Q1 同比保持持平 或者是小幅衰退百分之零点几 到了Q2的时候就会重回增长了 所以这是市场目前对于 科技板块的一个路径的 数据的一个分析 好 那么我们重点来了 讲一讲关于标普 在2022全年的业绩预期 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首先2022年的全年的营收 是增长10.2% 但是EPS已经下修为6.8% 这个前值之前是9% 9%的增速 那么现在下修到了年度的6.8% 但是还是一个正增长 没有陷入EPS的负增长 如果是往后再看一年 我们说看到2023年的全年的业绩预期 这个是基于在2022年数据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2022年的数据出现了偏差 那很显然2023年也会发生改变 但现在市场有一个提前一年的一个预期 在这放着 我们看一下是多少 营收是增长4% EPS是正增长6.7% 前值是7% 所以目前市场对于未来两年 一年半的预期 还是一个增长的过程 这个数据给大家看完之后 大家暂时就不用那么的担忧 因为毕竟现在的经济数据 它其实是互相拉扯 比较奇怪 有的数据好 有的数据你看前面两个季度的GDP 它又出现了衰退 所以其他的就业数据又非常的强劲 所以现在很多的包括经济学家 对于当前的环境都是一头雾水 咱们也只能说边走边看 核心观点就是要回到企业的盈利能力上 到底是不是增长的 只要是增长的 我们就不用担心它持续不断的熊市下跌 那么它的下跌就一定是有底的 下方就是有点位可守 有的地方就是可以买的 如果你把握住这个核心 你就不可能说一直持续的该到了位置 该进场的不敢进场 对吧 该不做空的位置 又使劲的不断的追空 结果市场一个反弹上去 往上走或者不跌了 做空的又受损失 所以把这个业绩的预期先弄清楚之后 咱们来再去研究整个的个股的一些事情 好 讲到这还是要提一下 尽管今年是小幅下调了标普的目标 但是市场没有看到EPS的年度的衰退 但是业绩下调这是一个肯定的 所以我这边也做出了一个全新的更新 和大家把数据列到这里 5月底的时候 当时的根据业绩的调整 是3994到4882的一个波动范围 这里我也写的很清楚 是用18到22倍 18到22倍的标普的前瞻适应率去计算的 如果你看的比这个更低 没关系 你可以看15倍 比如你看衰退 对吧 衰退的时候有时候会达到16倍 14倍 对吧 15倍 这可以 但现在我们刚才谈过了 现在的前瞻预期是增长的 还没有陷入衰退 所以现在是 我按照18到22倍 但22倍是属于资金热度非常高的时候 比如21年 比如20年 这两年是属于热钱很多的时候 现在在整体美联储收紧流动性的大背景下 22倍很难达到 所以我只是拿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你知道到了22倍 它大概的位置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18倍就属于一个比较 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如果能到20倍左右 也还比较合理 22倍就太高了 所以给大家18倍 就是3854的目前的一个前站的预期 那么至于整个过程中 在12月底之前 它能不能先跌破3854 当然可以 对吧 之前还跌破了 之前还去到3600了 但是最终年底的预期的范围 大概就是在这 就是低位 应该是在这 除非后面的业绩预期继续的下调 那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那我们就跟着去下调它 但我们通常还是提前 至少一个季度 把它下个季度的前瞻给大家做出来 这样大家会心里边能跟着数据来跑 不用到处去猜 好 所以这个值 大家根据自己的现在手上的仓位的情况 慢慢的去分配 慢慢的等待 该到了一些个股的好的位置 还是该买的可以买 有一些高估的 不要追的 就别追 能落袋一些的就落袋一些 以这种震荡式来去对待 会游刃有余一些 那么针对我个人来讲 因为我的个股上其实有强有弱 我的买入计划 还是跟大家说一声 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由于目前我只有35%的一个正股仓位 现金还比较多 之前该卖的已经卖过了 冲高之前都卖过了 那么现在只要是下跌到了合理的位置 我会按照计划倒战上车 分批布局 如果像今天这个位置 下个星期又守住了 继续往上又反弹了 它又不跌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也没有办法 那只能用部分的仓位滚动参与一下 对吧 参与参与 然后跟它部分仓位拨断完 然后继续卖掉 然后只有拿到好的底仓的价格 或者把底仓成本做到比较好的位置 采取长线的持有 所以关于加仓的点位的问题 前几天的节目都有陆陆续续的谈到 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回去看一下前面的节目 好 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主要内容 因为本周末是长周末 我自己也是想休息休息了 所以今天节目稍微就短一点点 希望大家也在长周末是养金蓄锐 等待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是一个短周 然后再隔一周才会有CPI的数据 那么在周末之前 还是和大家讲一个预告一下会员的节目 这个区的会员节目 我们谈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经验性的一个话题 就是如何去有效的看盘 抓住变盘的一个趋势 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盘中有一些位置 有一些点位 有的是觉得突破了 有的是没突破 有的时间看上去没什么波动 是不是我应该每天一直看盘 也不是 还有机构推动市场的大致时间段 会在什么样的时候 就是每天的当天的交易的时候 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为什么想讲这个经验 因为不管你是做日内投机的 你还是做中期波段的 你还是做价值投资的 其实你归根到底 你都是需要在某一天 你要去下单 对吧 你要去找到一个买卖点 你肯定是想着尽量的低买高卖 但是每天我们说交易好几个小时 有一些它就是个垃圾时段 它不反映任何的趋势 它机构也不参与 你说你使劲盯着看 你也看不出个什么来 还容易增加你的焦虑感 好头发 导致误操作 那么机构们 他们喜欢在哪些时段进场交易 最有可能会推动市场趋势的变化 它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本期会员视频 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经验 好 另外到了周日的时候 会按照惯例 更新RINO答疑的帖子 发在社区下 加入这个级别的朋友 会看到一个带有QA标志的帖子 你有任何的问题 每天在里面提问 每天我都会抽空在里面回答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最近大家的评论也是非常的积极 我在评论区也看到了特别多的一些有见地的发言 希望大家继续的把你自己的想法 无论是什么样的想法 和我一不一样并不重要 你只要有你自己的观点 发到我们的评论区 我是特别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些理性的分析的 你就说说你的原因 不管你是看空也好 看多也好 看摔也好 还是看涨也好 都要说出原因来 这样的话我们的讨论才有价值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那祝大家长周末快乐 咱们就下周二的同一时间 再见